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超級星期二 今晚將會有直播節目 希望大家注意 今晚將會是香港時間 晚上8時半 繼續跟大家做直播節目 繼續 談天雪地 講天南地北 甚麼都說一頓 今晚將會有節目嘉賓 這是上星期 在台灣做得非常好的阿Yok 他會繼續 跟大家 做這個星期二直播 繼續 把台灣的風景 在直播節目對面帶進來 亦會跟我們一起做一部分的節目 剩下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繼續做不同的時事 討論 繼續說笑 繼續欺笑怒罵 所以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台一直有很多 不同的風格 我們也不是純粹的分析 我已經說了很久了 有些時候 有些事件 不用純粹分析 有些時候 就是同一時間 一起 在打氣 又或者一起叫戰 一起 就是 示威 近乎是示威來的 上星期就是 一次完美的演繹 你沒有甚麼好評論 也沒有甚麼好分析 飛機降落就降落 當然 你一直在看 就知道 佩洛西的飛機 不會有事的 這個你也可以說是在做分析的 不過是一個實時的分析 一起跟大家 在鏡頭面前 一起 看著這件城市發生 所以 真心 告訴其他網台同業 我們 會有聽眾支持 其實這個原因是很簡單 因為我們跟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線 這個是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 節目是要有內容 這個是從來都是 任何節目 都需要有內容 需要有質素 我們也 解釋給我們聽眾知道 我們的節目數量 也是緊貼時事的程度 當然我們沒有可能 每一節 像某些節目 其他人的節目 可能是一個星期一集 或是一個星期兩集 深度分析 你要看深度分析的時候 你就可能需要看相關的節目 但是你需要看 恆常的時事的update 最簡單 最直接的一些研判 我們一直在做 我們偶然也會有 很深入的環節 和大家探討一些很艱深 的技術 又或者是一些很複雜的理論 其實我們也會有說 所以我們真的是 一直以來 其實是非常之多元化 真的有一件事 我們最少說的 就是一些娛樂八卦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兩個主持都不喜歡說 所以我們就有另外一些主持 例如有另外兩位同事 就會說那些相關話題 這一節我們回到國際層面 這次 要說的就是中方的失敗 中方 最喜歡跟香港人玩文字遊戲 使得 大家覺得 共產黨玩文字遊戲 其實你弄錯了一件事 當然啦 中共 懂得用語言包裝 這個就不是第一天 中共 之所以 可以在你面前玩文字遊戲 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 他的拳頭比你大 他 又有人大釋法 又有 親中愛國的法官 在這裡 幫他助拳 實際上 如果你中方 拳頭 不夠人家大 又或者你的拳頭跟人家一樣大的時候 其實中方 咬文雀字 搞這個語言藝術 其實他是贏不了人家的 我們這一節 要揭露 美方玩文字遊戲 玩得比你中共好多 我們其實很早已經揭露了 三個聯合公佈的時候 其實裏面是有彈書的 彈書 就是所謂的Provice 其實應該就是Exception 我們這一節揭露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 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更加希望大家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 是很 不喜歡 人家 動不動就去籌款 所以我們不怕說的 一說再說 你跟我們吧 我們很歡迎來跟我們方法做事的 所以 不要以為真的潑污水會有用 觀眾 雖然有些時候 可能部分不是很理智 但是絕大多數 大多數其實都是很理性的 你搞惡性競爭沒有問題的 你搞洗橫手 甚至乎收錢做事 就算你收錢做事 我告訴你 你收不到很多次而已 就算你這次收了中聯辦錢 收了港澳辦錢 收了人錢 去做事 你做不到多少次 首先第一 我們還繼續做 我們的台 其實基本上是推不倒的 這是第一點告訴你 第二次 你再去 同一件事攻擊 又或者再作一些 生安白造的故事出來 已經沒有效果 中聯辦也不會再給你錢 國安也不會有那麼多經費 你也做不到事 給你做甚麼呢 給其他外國團體做 那麼多人愛國 個個都忽然愛國 用不著你做 所以告訴你 確實實 老老實實做好自己的台 你是媒體來的 不要打算洗橫手 收錢 潑污水 你這樣經營不了下去的 我現在跟你說 大把愛港力組織 又有 又有去示威了 你不夠別人爭的 我告訴你 所以有時候 真的 又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 很多人很理性 但是告訴你 很多人很愚蠢 非常之短事 這個叫做短事 殺雞取卵 甚至乎殺完雞 卵也取不到 大有人在 香港一大堆藍絲就在做這些事 以為自己 口叫親中 就會有好處 你的關也沒有通到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們很好笑 他們 就是很荒誕地做一些事 這一節要說的 相關 當然是相關 中共就是這樣 中共跟藍絲 五毛就是這樣 最喜歡 說別人 搬起石頭 摘自己的腳 實際上 做得最多的 正正就是他們自己 所以 是同一件事來的 他們是同一種人來的 同一班人來的 看錢做事 你不長久的 中共給了多少錢你呀 中共對最後 你初初 出來愛國 是不是 出來搞搞震 他們會給錢你的 後來就不是的了 既然你那麼愛國 你應該捐給國家啦 藍絲找不到吃的 到最後 除了一班既得利益者 做大生意之外 你不會因為你做愛港力 做半天 就會有任何利益 是不是 起起跌跌 有多少人呢 你見一下 陳正心 一大堆愛國組織 起起落落 你也不要過得遠 就連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以為自己華麗轉身之後 也會很有好處 他也拿不到什麼 中國大陸經常以為自己 在玩笑聰明 針對著你香港人 跟你說怎麼釋法呀 說普選定義呀 跟你說怎麼循序漸進 真普選呀 然後整個831決定呀 他以為自己 咬文著字 很聰明 實際上他們根本一點也不聰明 因為他們正在對抗的 是手無寸鐵的市民 去到美方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辦法了 美國 日本 澳洲 幾個國家 在說 發表 對台灣的聲明 在說一個中國政策 說完一個中國政策之後 中方就出來暴跳如雷 三個國家 發表聲明 說他們 一個中國政策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後面加了一句 叫做 We're Appicables 如果適用的話 如果適用的話 他說 There is no change In respect to one China policy 政策沒有改變的 如果適用的話 看到這一句 中方就很生氣了 因為如果有一句叫做如果適用的話 如果不適用呢 如果不適用 那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不用堅持 這個我們很早已經跟大家說了 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裡面是有condition的 裡面的大前提 就是這個地方要有和平穩定 如果你單向 想使用武力去改變 現在目前的台海現狀 三個聯合公佈 就沒有效了 換句話說 又是中方 率先 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中方最喜歡違反 對方的承諾也不是第一次的 對美國違反 對英國違反 對香港人 更加不用說 三個方面裏面 我們是最無力的那個 他說撕毀就撕毀了 基本法 是甚麼來的 有附件三 附件三 是給 基本法的主要條文 是更加 凌駕性的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事 你有沒有聽過簽份合約 後面有份附表 附表那份才會作準 合約可以不用理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事 中共就做了這樣的事 中共對著香港人 有強權 他就可以做這些事 對著美國就不行 汪文斌 一聽到美國 日本 澳洲 三個外相出來發表聯合聲明 一看到他們就著燈 就說 這個 一個中國原則 不可以 加一個條件在裏面 即是 We're applicable 如果適用的話 這句不可以加 如果加 就是扭曲 歪曲 虛化 涂空 這個 一個中國原則 是非法無效的 中方 堅決反對 我們最喜歡聽到中方堅決反對的事 中方 堅決反對的事 幾乎 99.99%的情況證明了那件事正確 中共反對的 一定就是中共的死穴 所以 美國 澳洲 日本 又是督眾中國大陸的死穴 以為自己咬文雀字很厲害 實際上 整個世界 所謂咬文雀字 其實就叫做灑無奶 灑無奶 當然美國也不是純粹灑無奶 美國喜歡加條件就加條件 本身跟你聯合公佈 就是跟你答應一樣東西是有前撤條件的 前撤條件你不遵守 然後你叫我 要受到 合約的滯爪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呢 那我當初定合約來做甚麼 合約 就是互相有承諾 交換才叫合約 國際條約也是相同的事 如果我們不是互相 有承諾 互相制衡 那我為甚麼要答應你 你單向答應自己 你就自己發聲明 關我們甚麼事 那就不是共識 那就不是國際條款 國際條款 就是大家遵守 同意了的事項 中方最厲害就是反口 所以別人也不是蠢 美方也不是耍無奶 美方一直以來 聯合公佈 也是這樣寫的 裡面是有前撤條件的 只不過 中方 一而再 再而三 將對自己不利的條文 就是抽走 跟香港的基本法一樣 香港基本法 每一樣東西 對中方其實很多都不是很有利 尤其是現在國家安全法 實行了 侵害人權的時候 對香港市民的保障 基本法 其實是白紙黑字寫了 但他們現在 是徹底無事 包括外交問題 港共政府根本沒有權 是全處理外交事務的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但他們繼續 就是無視那些 對他們不利的條款 換句話說 灑無奶的 由始至終 都是中方 所以你們想灑無奶 別人也不是傻的 咬紋著字 別人的技術比你更加高 美國很大程度上 他認識 那個法律的體系本身 在很久之前都是來自英國人 英國人對於這些遊戲 即是說規則 寫得很清楚 人家裡面寫過Exception 寫過彈書出來 就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知道裏面有一些情況 是例外的 所以 這次 中方真的是捉招 他繼續灑無奶 只會換來美方更加 決斷 更加堅定知道 跟他不能回頭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